对此他没有说到,我必须称赞一下若布朗,他的成功史,甚至可以被写中所有高利力学院美国长春藤萌校的教科书,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运动员,能够把周围的有力资源利用的如此出色,以及说他是运动员,不如说他是一位政客比较合适。 他没有说到,他把自己在球场上的影响力充分和自己强大的高官团队结合,塑造出任何自己想要的形象,他可以是一名慈善家,可以是一名伟大的篮球运动员,可以是一位新系社会的政治爱好者。 如果他用意,他甚至可以控制媒体和一面的走向,以蓝迪米米斯·詹姆斯团队的首脑能力为首的观光团队,他们在细造洛布朗的个人形象上,堪称价格书级别,就是令人十分兴奋,而且具有指导意义的事情。 绿布朗把篮球和商业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,在此之前,都只见过了麦克尔,取得比绿布朗更高级别的成功。 方美说道,运动员不只是运动员,绿布朗一身作则告诉了其他的所有人,教会他们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,而不是仅仅把眼光放在球场上。 曾经詹姆斯帝国的木梁厂马斯里克·卡特,就被赫福大学请去做影响,因为詹姆斯的成功史,是非常经典,而且具有研究意义的。 他都把自己的影响力放在了球场,政治,商业,教育等等各个方面,可以说,如果詹姆斯现在退役,那么,他就立马可以创造一个商业帝国,能成为经久不收的联盟第一人。 后代可不仅仅是球剧而已。